奧地利著名的滑雪賽道斯特雷夫 號稱是地表難度最大的高山滑雪賽道 到底有多險峻呢 我們跟隨極限跳傘者 感受一下這條傳奇賽道帶來的速度與激情 有人說斯特雷夫滑雪賽道對滑雪者來說 就如同登山者眼中的朱姆朗馬峰 由此可見賽道是多麼的艱險 著名的紅牛極限跳傘隊的四名成員 在高空2500米處 開始了他們不可思議的飛行 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飛越這條滑雪賽道的極限跳傘隊 四人中有兩人身穿飛鼠裝 進行驛裝飛行 而另外兩人則採用滑翔傘 他們從滑翔機跳出後 不到一秒鐘速度就達到了每小時60公里 而最快時達到每小時250公里 真是相當的刺激 儘管是從空中飛過滑雪道 但他們都感受到了斯特雷夫滑雪賽道的壯觀與險峻 這次飛行 無人機近身跟拍飛行者 讓人們能夠以多重視角感受到高空飛行的速度與激情 體會到在滑雪道上降落滑行時的緊張與刺激 這也難怪他們完成飛行後會如此的興奮與激動